这是新西兰的首发 而韩国这边的首发呢 是1号朴散西 3号的李正炫 11号的梁西忠 20号的拉特利夫 和41号的吴士根 又是在中距离这位置 选择抛射 两次进攻都是由大浮屠打的 但是这两次进攻 终结的效果都不好 胡顶 看韩国这边回球 再给拉特利夫 好球又是由拉特利夫 在篮下完成了上篮 下面有朋友说 想看毛利战舞的 这已经跳过了 我没法叫他们再给你跳一遍 拉特利夫打里面 这球身体对抗之后 勾手命中 再做手递手的掩护 这球里面被拉特利夫盖了 中锋带着运 这球是一三不针 转化成了主攻 投篮的是杜兴敏 KBL的三分射手 杜兴敏 再找拉特利夫 跳步杀篮下 这球打在了后篮脖子上 没打见 但是紧急着 凭借自己的弹跳能力 把这板减下来 新西兰在这一阵子 显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手段 哎呀 呃 play截是真不灵 今天在内线处处被限制 拉特利夫的快攻 给出来 外线三分球 好球 进球的是全军犯 我是今天比赛 一个人的解说孔祥宇 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互动 这边又是给到拉特利夫 再打篮下 把这球勾进 第一脚 想再往内切 但是这球第一时间没传出去 好啊 伊利的大跳步 这球是跳得人家怀里了 哎呦 我扫了一眼 没得看清 应该是这个越南之类的 呼 这边拉特利夫在篮下 哎呦 呼 这怎么还有脾气呢 呃 这怎么要打一下 哎呦 这 哈哈 拉特利夫在篮下这边跟朗吉有一碰撞啊 碰撞之后 嘴里呢 一直是不太干净啊 这从口径也可以看出来 俩人在互相问候啊 绝对不是说 问吃没吃饭这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说 这边拉特利夫今天发挥很好 啊 篮下制造了犯规 打一二加一 缺席比赛 缺席比赛 还有几位像什么这个温亚德啊 穆考那啊 都是 呃 个人原因 没能来 没打 改到外面 随俊勇这一头没劲 但是吹了篮下的篮板球犯规 啊 这一球吹犯规 吹的有点莫名其妙啊 这是新西兰的惯用打法啊 上紧逼 里面浮屠转过来 想去勾篮 又造成拉特利夫的犯规 这球都掉了啊 运气不错 捡回来 再给浮屠 杀进去好球 穿完之后 直接是内切的双手抱扣 这些得分3比12 来看韩国这边 给到里面拉特利夫 火啊 第一攻不进第二攻不进 第三攻还不进 我的天呐 啊 这个操哥本性现在斩烂了 这展现了啊 这边 顺势杀进去 错进错出 给到了拉特利夫 还是不中啊 二次进攻不中 这样呢 第三届还剩下最后的5秒钟 韩国可以去打一攻 来看这球怎么处理 伊利也杀进去再分 没有时间了 加强了防守 限制了韩国进攻 这边拉特利夫投一中距离 有了 看这球给到拉特利夫 盛世普雷杰 哇 还勾劲了 吴士根 里面给拉特利夫 这球还打去 拉特利夫是连得6分 来一个足球配合 拉特利夫 把球导出来 吴士根的中距离 好球 大特利夫 这边去打牢 转身过来 好球 打三分多手 网球打进 那这样分差是还是9分 杜金铭给到拉特利夫 杜金铭外面投三分 还给拉特利夫 还要打内线 总算是把这球放进去 看看杜金铭这球能不能命中 最后弹宽而出